如果說你們做這個,居民要認同你們,大家都知道你們 都不知道啊,我們有放數文化進來的人 都不知道你們 還是說你們就是在內部做的 等一下,先打斷 現在就是採訪,你們就知道了就好 知道說的確還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從就進來 就是這樣 然後你們就是要,你們現在,我們就是因為這個事情需要更多人知道 所以才需要說我們這個課程就安排來這邊採訪,幫這些事情講出去 幫有在努力的人的事蹟跟他們努力的成果講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有這一群人在努力,有這一群人在幫六親旁邊的居民去守護你們的健康跟環境 那你們都不知道,我們來告訴你們 這是我們公民記者 那當然六親旁邊的團隊自己也有發,電子報也有發 你們身後那些資本貪圖 我看到那個是2013跟2014,有沒有2015? 2015在哪裡? 對對對 所以做的永遠都不夠 最新的 就是要達到全國知名度,或是全鄉知名度 還有很多被做的 包括我們的努力 包括他們那個環保署長 沒有啦,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我們努力是一定要,大家都一定要努力教你們重視這件事情的話 可是我覺得 這就一樣的東西嗎? 不一樣 如果他是做了兩年的話 然後連他們自己當地的人都不知道的話 其實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對啊,你可以寫 你就先了解,先認知 而且六親來了,你現在才做兩年 那之前沒有人做嗎? 之前沒有 之前就是當地的那個政治的體系 就是村長那些的 那村長他的立場是什麼? 村長做些什麼? 他跟你們的人基礎是一樣的嗎? 你說村長有做,他是做些什麼? 就是最主要都是 統計這些村長?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最主要都是 帶頭去抗議 然後說會拿不出 那個這些資料 像台西的前海養殖協會 也有在做他們實地去反差那個 離愛率跟那個 對,他有實際做統計 那個前海養殖協會那個會長 上次我們在台北有見面 我都帶他明天要跟他聯絡 他住在哪邊?台西嗎? 你說明家安嗎? 對對對,上次我們在台北 跟那個柯文哲記者會我們在那邊吃飯 同一桌 我有帶他明天我都忘了 那個我們以外的 因為現在是共同採訪 讓他先跑 那個跑完 我們下一個受訪者還在訪我們 那另外有一個重點 可能請同學們注意 就是一個力量的匯集 那剛剛那個上前也有講 這邊居民的特色 對,他在這邊生根兩年 事實上可能那個賣療以外的人 才更認識他們 因為那些人才會用網路 看這些東西 那在這邊生根的結果 事實上是有一些 那只是剛好我們緣分啦 好不好 那我們先繼續往下走 好不好 這個就是 那時候我們就是 會邀請很多 志工 大學生的志工 然後來這邊來做 那個掃護的動作 那時候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去年的時候 就是希望可以藉由外地人這邊 帶來外面的新的觀念 來改變當地人 就是說外面的人都這麼努力了 那為什麼當地人 也不那麼努力 也應該也要為自己的健康 做一些打拼 對啊 可是當地人竟然都不在對不對 都出去 會有一些回流 大概 像六星裡面大概是 兩三 可以是去工作 對,兩三層 包含外包商的話 兩三層是在六星裡面工作 然後整個雲林線號大概有六七層 可是這附近的村莊更少 你說 六層 最多就是其他的服務業 比較少 比較少年輕人回來 對 這種志工是每年一半的 每年去大學 對 就是 我們有時候會去 其他大學演講 然後 幫他們們轉過來 只有大學的學生得志工嗎 還是說也有一般的小學生 相親的志工 也有相親的志工 也有很少嗎 嗯 目前 比較多聯繫的時候 在賣療箱只有六十多個 那也很多嗎 對啊 就是會請他們 協助發我們那些在地的刊物 然後請他們 了解 然後也是跟鄰居宣講這些事情 然後後來這個 訴求就有 逼迫那個 前雲林縣長 蘇智芬來投下同意票 說同意 禁燒石油膠跟煤炭 然後 就是各個候選 縣長候選人 都有投下同意票 這個是 李竸勇是請他的秘書 跟這個現在當選的 現議員 許智豪議員 也就代表李竸勇來投票 然後就是 張立山就服務黨候選人 然後這個是環科大 校長 他後來退選 後來就是李竸勇在選前一個月的時候 就有拍一支影片 表達他的這個立場 那選前表達說要他禁燒 選後呢 有沒有繼續講話 選後 有推那個禁燒知識條例 但是 但是我們判斷是他是 就是 玩兩面手法 就是 推給選民看 所以他有在做的事 但是他沒有 沒有整個有心想要做 到一半沒有繼續 對對對 就是如果他真的有心的話 其實他現在很多 不用立法就可以 有採取的作為 比如說 呃 停發他的許可證 就是許可他繼續汙染的一些證照 就可以 左手去做 但他沒有做 就是 所以是公民社會要 逼 逼死部他才會請進入 這樣 就是剛掛成 商業 就是 這個禁燒條例主要的內容 就是說 他實施之後 一年 一年後就不能再燒石油膠 然後兩年後就不能再使用生煤 我們本來是 沒有生 就是煤就不能 但是李競宏他就把他 轉送 問題是台灣齁 這個燒生煤的他有別人嗎 還是只有他 全台灣 用生煤來發電 只有他 台中火力發電廠也是用生煤 台中火力發電廠也是用生煤 欸 你剛說煤跟生煤 什麼差別 對對對 就是生煤是他污染物質 就是 比五煙煤或其他的煤還要高 就是 李競宏他的訴求是說 希望他改燒五煙煤 然後就是污染會少一點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玩兩面手法是說 石油膠跟生煤 那 可是你們 欸就是 原本的訴求是想要 讓他 都不能用 然後你就要轉天然氣 這樣 所以兩面手 李競宏就把他先進在這裡 對 他就是很多地方都會玩這種手法 不只是把這個紙改掉 也是就是 做做樣子 然後活得滿堂餐 但是實際上 他還是 私底下會跟六青有一些交易談判 就是像他 像每三個月都會跟六青有個 密室的協商 就是他們 應該還有錢 來喬的東西 對 只是說這個 如果他真的有過 他至少也是有一點幫助 對 就是他就是法治化 就是 不論之後李競宏下台 或是誰來當 縣長 都會按照這個 知識條例來實行 可是像 省這個的是議員 對 省議員 後來這個有通過 對 然後 目前是卡在說 中央國會 對 他用 那個中央跟地方的 像剛剛討論到的那個 就是他的地方跟中央的權責 來撥回這個 但是他 你如果去細就那個法律的話 其實中央是沒有權力撥回的 對 對 問題 現在人在爭吵 好 來理解 就是 今年的 在縣議會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是去 各村莊開那個 說明會 跟那個 對策討論會 然後 然後 就是 有一個村民就是 很支持我們就是 把他家的西瓜拿出來 這幾大事 因為原本是 動員不出人來 來參與這個會議的 就是原本就是 零星的幾個人 但是後來 就是有聽到有西瓜 然後大家就 跑出了 對 就是 其實還蠻現實的 然後 就是我們會討論 一起來討論說 怎麼讓這個 六線污染改善 然後怎麼讓這個 知識條例在縣議會中 通過 後來就是 那個 有一部分原因是 因為之前原本還要參選的那個 張家俊 立法委員 他有帶頭 然後 帶了一些他 旗下的那個 縣議員 就是讓這個 縣議員 讓知識條例在縣議會裡面 直接一讀二讀三讀 一天內 通過 然後後來這個 才有通過 對啊 張家俊後來 不選了 對現在變他弟弟在選 對 那弟弟用 國民黨的嗎 對 那那個 劉建國什麼黨 民進黨 對啊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找了很多 全台灣各地的其他團體 然後 對啊 所以 其實最主要 最主要 最主要更 就是 透過外部的力量 還不是非常 內部這邊賣掉當地居民的要求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 通過這個 我們也沒有非常樂觀 就是 因為在地的居民 很多人這件事都不知道 對 好 就是剛剛講的 不論是誰當縣長 就是 都可以繼續按照這個 知識條例來實施 可不跟南約法中 對 就是 剛剛上演 就是 剛剛講到說他 再玩兩面手法 就是 如果這真的是他的很大的 政績 為什麼不 廣泛的宣傳 也像我們這樣辦說 我們會讓大家知道 然後團結這個 雲林地方的民意 來跟中央抗衡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法院判決 其實很大一部分 就會收集於那個 輿論 因為如果這個 這個 跟中央的爭執要 判決的話 是那個 大法官釋憲 像之前那個 大埔案也是 就是 一、二審都是判決 那個 苗栗縣政府的勝訴 但是三審之後 就馬上逆轉 因為是社會輿論壓力不一樣 對 好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想一想 就是說 呃 政府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 要怎麼來突破這個 這個困境 這就是重點 對 就是 最主要是這邊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回事 然後 不想要 有這些 公共參與討論 然後一起來改變這個 這些政策 對 然後就是 希望大家 之後也可以 就是在 臉書上 幫我們 轉發一些文章 或者說我們明年 有可能會到中國大陸 進行他們那邊 進煤 怎麼進煤的 因為他們進煤 像剛剛講到說 中國大陸很多 城市都有 或城郊 都有進煤 然後進煤的很 很徹底 就是全面改用天然氣 對啊 欸 那你 你那個是 中國大陸的考察團 是你們這邊出嗎 出發嗎 對 就是 我們希望找這邊的居民 一起出發 對 然後 你們是自費行程嗎 會跟浩蘭基金會 申請警費 對 那你們是會 這是內部嘛 那有外部人可以去嗎 如果外部人 想要跟團的話 可能要去自己 自費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有外部可以加入嗎 可以啊 當然很歡迎就是 更多人一起來 關這件事 對啊 我們也有找一些 我們比較親近的 那個 導演 就是雲科大的教授 就是跟我們一起去 呼的 好 下一頁 那大概就這樣 那大家 有想要 欸 討論什麼 議題 或者是一些疑問 嗎 因為他們說還有400 在這個兩年 你們